在戲劇表現出色亮眼的吳康仁 是演藝圈公認的好脾氣 但根據平面媒體報導 不久前他在私人臉書連發了兩篇文 痛斥劇組不負責任 而這個劇組就是由知名製作人 柴志平成立的《秘神國際》 所宣布要拍攝的影視作品 這部劇翻拍韓劇我們的藍調時光 號稱將斥資破百億 今年年初找來了導演林孝賢 李清榮進行大規模的演員甄選 而根據了解原本要邀請吳康仁 飾演其中一個角色 不過後來他婉劇演出 之後劇組停拍 吳康仁痛批自己被拿來當成藉口 平面周刊展述吳康仁的貼文 表示四月接獲邀約 六月底劇組拍攝之前就拒絕了兩次 直言製片公司的無能推卸到別人身上 既沒有答應也就不應該被拿來說嘴 變成對方口中的擋箭牌 吳康仁覺得自己林鄭被找來救火就算了 還得背黑鍋讓他既不爽又失望 無法接受才會在社群發文不吐不快 對此才製品臉書解釋 延期拍攝是為了更完善的準備 沒有要將責任推卸給任何人 貼出六月二十號發給工作人員的公告 內文提到英氣候與當地條件 八月底到十月初是最理想的拍攝時間 原定八月二十號要開拍 但是因為有部分的工作還未完善 決定延後到明年拍攝 middle tar BB 中文廣塔 中文廣場